当地时间20号,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榻的白金汉宫会见英国工党领袖科尔滨。 习近平指出,中英建交40多年来,两国关系日真成熟稳定。 新形势下,中英加强友好合作,不仅造福两国人民,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。 经贸合作是中英关系的推进器和压仓时,面临广阔前景。 科尔滨代表工党欢迎习近平主席访英,表示工党同中国友好交往历史悠久,中国成功使6亿多人摆脱贫困,值得世界各国称道。 英中两国贸易人文交流密切,英方赞赏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,认为这将造福有关地区国家人民。